畫面中一名女學生在馬路上狂奔 驚險閃過三輛車後 直接撞上第四輛機車 兩人雙雙重摔倒地 先來聽端警方的最新說明 事發在桃園平鎮 現場是個十字路口 平時車熱量相當大 從當時畫面來看 機車一輛節輛通過 證明女學生一次闖紅燈過馬路 才會釀貨 事後影片被上傳到網路 短短不到一天 就吸引超過一萬人按讚 有網友留言表示 其實真倒楣 這真的是自殺式攻擊 還有人開玩笑說 其實又要被罵沒力量行人 警方也補充 女學生闖紅燈可能被開罰500元 只是罰錢是小 如果當時車速再快一點 恐怕後果就難以想像